做事的原則就是 我說要做就一定會做 被問到汐止住家違建 黃國昌態度強硬 強調說到做到 只是被踢爆住家違建站國有地 已經大半年最新進度 空拍直擊 住屋後方拉起帆布 架起圍禮 不過猜除進度卻是 準立委黃國昌去年9月21號 聲稱整棟違建要猜得乾乾淨淨 不過時隔了一百二十七天 發現催促的只有 親家國有地部分 違建部分尚未拆除 黃國昌的數號 接受平面媒體專訪 提到全家已經搬離細紙老家 他把家人安置在北市 同時等新北市府核准 拆除計畫就可以自行拆除 預計在農曆春節過後 就可以開拆 等到全部拆除後 他後頭還有新動作 你們用相同的標準要求自己就好 根據黃國昌說法 正在等待新北市府核准 拆除計畫 而三立新聞獨家揭露 早在去年十一月十四後 新北市公務局就核准 拆除計畫 依規定期限一年 可以申請展延一年 但拆除之前 得先再跟公務局申請拆除開工 獲得許可後才可以動工 只是黃國昌就在收到 核准拆除計畫之後 至今已經過了七十二天 並沒有提出任何申請 也被質疑是不是以託待變 新北市政府沒有發公文 叫賴清德拆掉他的老家 新北市政府有發公文 叫你要拆掉你家後面 跟頂樓的違建 不是嗎 請你用同樣的標準 針對系指住家違建 黃國昌先前為了展現誠意 自行表態要整棟拆光光 如今就把拆除責任 拿來當成政治攻防 准立委的拖字決 不免受到執意